大家好,我是天忆 今天讲一个双云床的摆放 双云床就是夫妻二人睡的床 我在这里称为双云床 它的摆放分两种 第一种是龙固堂 第二种是虎固堂 那么到底是龙固堂好还是虎固堂好呢 根据行囊内举风水 内举风水把则来定的 就是龙固堂就好 它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 我说一下 第一个是夫妻感情好 就是夫妻二人的感情好 这个二十年他主要的反映夫妻二人的感情 这是第一个方面 也是重要的方面 这个龙固堂它往往会呼唱呼吹 就是夫妻丈夫在外面干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决定 妻子都是全力支持 自己丈夫又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 那么这样他们感情自然会好 这是第一 第二个 龙固堂 龙就是男 虎就是与丁 那么龙固堂很容易生男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睡眠的质量好 睡觉的效率高 也就是睡觉的效率高 睡觉的效率高 就是哪怕用很短的时间 他能很快地恢复精力和体力 这还有一种 他就是比较精彩 他比较精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龙固堂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喜欢用脑袋 用大脑思考 好比说处理家务上的事情 需要家里需要什么开销 哪地方需要开销 哪地方不需要开销 不需要开销的地方 他一定不开销 这样的家里 田径和祭祭 再一种 第五种 就是容易遇到贵人 龙固堂就是龙望 龙也代表贵人 所以说 他居民在外 就会遇到贵人 四爷上面 就会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 这是龙固堂的五个好处 那么虎固堂 还有五个不好的地方 基本上跟它相反 虎固堂 虎就代表语言 这家族的语言比较强势 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看不起自己的老公 认为自己的老公 智商方面 能力方面 不于自己 或者是不于别人 这样 总是刁难自己丈夫 甚至责骂 时间长了 丈夫肯定会不服气 这样造成了夫妻矛盾 所以说他的感情 方面就不好 这是古国堂的一个不好的方面 第二个不好的方面 就是容易生雨丁 如果家中 苏要难听 他偏不生 生个雨丁 第三种情况 就是 容易遇到小人 这个白虎嘛 就是小人 白虎旺就是小人 一个 你在外面做事情 经常背后 有小人倒乱 那就是会遇到小人 第四种呢 它就是不积才 这个古机材 打个比方说 现在有行网购 那个龙国堂跟虎国堂的 不同之处 就是 那个龙国堂呢 它就知道家里 哪些地方是需要买的 哪些地方不是需要买的 它一定不买 如果虎国堂的人呢 他呢 家里不需要的东西 他也买 需要的 他也买 这样 无形跟家里 加大了 开销 这样会造成 古机材 一无种了 就是容易发生意外 意外凶灾 这个意外凶灾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疾病 第二个是恒惑 恒惑灾 这个疾病的多数是 突发性的 像心肌梗舌 老一些中风之类的 恒惑的多是车祸 或者是意外之灾 这之类的 这里要说一下这个虎国堂 我是说 它很容易发生意外凶灾 但是它不一定会发生 这个概念要分清楚 那既然说龙国堂好 虎国堂不好 那什么叫龙国堂 什么叫虎国堂呢 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一段情况 这是一个卧室的房间 这是一个床 那么连续的靠这头 这边就是龙边 这边是虎边 龙朝这边走 这边走 经过了这个地方 就叫银堂 银堂 经过这个银堂 然后从这个门口出处 这个虎国 它经过了 它没有经过银堂 然后从这个门口出处 这个情况成为龙国堂 虎国堂就是虎经过银堂 龙国堂也就是龙经过银堂 我们再看这一种情况 这是一个床 床头朝向这个地方 这里面是银堂 白虎从这个地方走 经过这个银堂 然后从这个门口出处 这里面是虎 这里面是龙 这种情况就是虎国堂 今天简单地讲一下 这个龙国堂和虎国堂 还有一种便宜的龙国堂 和便宜的虎国堂 像逼龙 逼虎 还有龙蛋 还有虎蛋等等 这之类的摆放方式 我们以后再讲 好 好 谢谢大家